請次長 在政黨法裡面討論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因為這裡也有這個黨產條例 同時在做 那這個政黨法其實是 政黨的這個成立運作 等等這個 管理是比較 是專門在這些 如果是說那個部分 能夠在這個黨產條例那邊 去處理的話 那這樣我們認為是比較合適 可是我這樣子單看 這樣書面報告的一個理由 我會覺得是你不太敢替 國民黨去背這個過去的 歷史就業 所以本來還要很肯定 哇塞這個 內政部的態度喔 因為這樣看起來好像覺得你認為包裹處理 好像不當黨產聽起來比較難聽 把它放在政黨法你也覺得這樣 是不對的 這樣看起來好像似乎你也不願意替國民黨去 背這個歷史就業喔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次長 內政部的口頭報告認為 不當黨產放在政黨法討論不好 所以內政部認為要回到 不當黨產條例 再來討論這個不當黨產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認為是說放在那邊去會是這個法 法令的這個這個目的等等 會比較清楚 比較清楚 比較明確 政黨法就是規定這個規範政黨成立組織 他的這個運作的這個方式 至於說這個 黨產的這個部分 現在已經有一個黨產條例 這樣分開的話比較好 我們這裡並沒有談到任何是說 就像委員說講了 是不是幫誰去 去人擔什麼樣的這個責任 我想那個不是我們這個行政系統 應該要做的事情吧 OK那我現在再想請教一下 因為上次記得本習雲雲 那個達詢部長的時候 特別強調說 部長說不當黨產的不當 我們要先界定什麼叫不當啊 才可以分黨產跟國產 那現在內政部又說不當黨產的處理 處理放在政黨法不好 那到底 我這樣想請教一下次長 那你到底認為不當黨產 到底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是放在政黨法好 還是用特別法的所謂的不當黨產的條例 還是其實說來說去 兩個法你都不想處理 就是內政部就是反正正520了 你們就打算不處理了 剛剛我口頭報告的時候 我其實有特別特別的加重語氣 關於特定政黨過去 所謂的不當黨產 這個就是回應我們部長所講的 要先定義什麼叫不當黨產 那至於說黨產條例 它是不是會加上所謂的不當黨產 這個都還是未知數 但是我們認為那邊是討論黨產的事情 沒有所謂當或不當 那如果是說過去所獲得的 在這個我們政黨法事情之前 要怎麼樣處理 在那邊反正它是屬於黨產的一個部分 在那邊一併大家來討論 或者是各個政黨 所以你覺得應該要放在不當黨產那邊去處理 我沒有說不當黨產 我剛剛講說那個名稱是不是叫不當黨產 都還有爭議啦 所以說黨產條例那邊去處理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書面報告裡面所講的 我覺得這樣揚文嚼字下來 我覺得內政部看起來比較有像 比較有不想處理啦 好但是我看起來你們就是不想處理的啦 再來 尤其看到最近連參選國民黨主席李鑫 他自己都出來踢爆國民黨產被A了 說中影大樓賣22億 後來只爆了8億 然後呢到最後連參選黨主席的人都質疑 那黨產有問題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內政部這邊的態度 當然你會說這是國民黨自駕的事情跟你沒有關係 那我想聽聽內政部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到底內政部有沒有包庇呢 還是其實內政部就是打算不管了 我們就是依現行的法令來處理啦 如果我想我們也沒有聽到李鑫 這個主席的候選人啊 他講說這個所謂的他們的財產是什麼樣的財產 那你希望要看清楚我太講了 這個我覺得是我們認為啊 要處理這個一定都要非常精確 如果人家講說這個誰誰誰的財產是怎麼樣的 這個都只是都只是講說政府就要介入處理 那也是要政府有這個法令 有被授權那才可以去處理 對所以市長為什麼我剛剛問這問題 我現在就想問你 國民黨最近幾年的財產申報 帳面的數字其實都一直在鎖水 那內政部到底有沒有曾經要求國民黨說明過 為什麼我這樣問你 就像我剛剛講的連李鑫他自己都說 黨產這邊呢賣了少了8億 而且是有所謂的回算機制回扣機制 那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內政部到底有沒有任何會計查帳的機制 這法院上沒有賦有沒有這樣的這個 所以就是沒有會計查帳的機制嘛 所以你也沒有要求國民黨在那麼短的時間內 因為他的黨產縮水你也沒有請他說明嘛對不對 任何政黨我們都不會請他說明啦 因為現在的規定就是你要報給我 然後我們就把它揭露就是了 所以我想確定的就是說 你也沒有內政部也沒有請國民黨說明過 即使他財產申報的帳面數字不斷的縮水 那內政部更沒有任何會計查帳的機制 這樣沒有錯嘛 法令沒有給我們這樣的這個 對所以嘛順勢就會讓外界認為 國民黨其實就是順勢內政部幫他報假帳 會不會內政部覺得這樣子對你們來說也不公平 是非常的不公平 好那過去國民黨黨產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 似乎就是一切包裝得非常的合法也沒有問題 但實際上外界就覺得說是巧取好多 不要說是跟政府機關好了 包括可能是從一般人民社團上去取得 然後呢現在看起來就是要用歷史共業一筆帶過 那所以不管他是用政黨法還是用不當的黨產條例 是不是都要針對政黨的黨產去做規範 你認為呢是不是 我們提出來草案裡面已經有規定規範就是說 政黨的財務來源大概有五個方向 這個我們已經在這個裡面有規定了 為什麼我覺得說其實內政部現在做 財作已經太亡羊不老了 所以真的內政部你的態度要出來 不要說再拖拖拉拉還是閃閃躲躲 我覺得這個是態度上的問題 因為親民黨的立場其實在說明的非常的清楚 在我們的版本裡面說明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應該是最屬於沒有鬥爭沒有清算的 因為我剛剛聽起來大家都說啊國民黨就說是清算 鬥爭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真的內政部應該要去積極做我也不要閃躲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次長 你知不知道營利事業每年捐助政黨的上限是多少 營利事業是一百萬嗎 一百萬嗎 不是三百萬啊 三百萬是嗎 次長我都知道三百萬你回答我一百萬 那個三百萬 國民黨每年為什麼這樣問 國民黨每年靠這個黨營事業的鼓勵就可以打趴所有的政黨喔 那你是一個次長的態度你覺得這樣公不公平 因為我認為內政部應該要創造讓政黨可以公平競爭的一個機會才對 對吧 對我們現在新的草案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公平嗎 呃 新的草案已經把這個要做明文的這個規定 所以近年來也沒有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讓小黨不要說小黨啊 就任何政黨可以公平競爭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現行的法令並沒有賦予內政部有這樣的這個權限 所以要積極作為啊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態度嘛 所以我要問的是次長您的態度嘛 我們的態度就是依法行政積極作為 不要這樣子啦 不用這麼激動 接下來 黨產 不要因為國民 我還特別去了解一下 不要這樣子 國民黨籍這樣這麼激動 有施行政總理 我不是國民黨籍 那不然是 我是無黨籍 那這樣子我覺得你有特別互換 接下來 黨產並不限於不當喔 才叫黨產 那政黨黨產也要規範 避免從政黨侵蝕到不當 為什麼我們一直這樣講 就是說 如果不正當的拖累變成不正當的黨產 那是不是到時候處理完了 所有的政黨不當的黨產都處理完畢之後 我想請問一下 是不是不當的黨產條例就可以終止 還是最後還是以政黨法為最高原則 而且我們那個黨產的條例啊 就是說你都清算完了 就是譬如說 國民黨就清算都清算完了 那是不是這個政黨 不當的黨產條例其實就可以終止 未來就是以政黨法為最高原則 你如果是這樣外界會認為你這個是針對性太強 所以你不認為應該這樣子的處理 你要一個是可長可久的法令才對 OK 那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次我們立法院的政副院長 雖然沒有退出民進黨 但是他已經宣誓不再參與任何黨務活動 那我們政黨法我想請教一下 未來是不是針對 從政黨的運作 次長就是說 政黨運作也好跟政黨政治來論 譬如說總統副總統 未來能不能兼政黨的黨主席 這個政黨法會不會去討論 你覺得可不可見 我們認為這個應該是在他的章程裡面 要自己去規定 因為他要做這樣的這個 他政黨自己要去負責 那我再問 那立法院的政府議長呢 需不需要退出政黨 立法院的 或者是五院的院長未來要不要退出政黨 就是說這一些問題會不會 未來納入政黨法來一起討論 有沒有可能納入討論的一個空間 我認為是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我們現在 並沒有把這個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 是不是一定要退出政黨 規範在這裡面 那五院院長呢也是一樣嗎 五院院長我認為這個都是大家可以 觀點來溝通 都可以來溝通 所以未來政黨法的部分其實是可以 納入政黨法來討論的 只要大家有共識像這種 是要有明文規定呢 還是要在政黨自己由他自己來自律 我想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 OK其實為什麼我問這一些 其實轉型正義的立法工作 其實現在看起來好像各政的 國民黨黨都認為是追討或者是清算 這個應該是沒有錯吧 連你自己都說不當的黨產條例好像是特別 我剛剛問你的這個態度 你都認為是好像針對特別的政黨 所以其實我們不希望看起來 就是親民黨的態度 他不希望他看起來未來是清算 國民黨 那再可是呢 距離政權交接其實只剩兩個月 所以相關的立法工作 包括檔案法對不對 其實也是其中之一嘛 對不對 對啊所以黨產的問題 當然啦 政當不政當 或者是未來怎麼處理黨產 其實這個親民黨不斷在強調的 黨產國產一定要 歸分的清楚 你可以 舉例的 合法的說明 所謂的黨產 我們就認為 我們贊同不應該清算國民黨 好 反而國民黨應該要好好的守護著它 但是如果是不當的黨產 我們認為它就是國產 那你就應該歸回給人民嗎 所以 我 其實我們認為說 黨產其實這是在政黨法裡面 其實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啦 因為大家都會問說 欸 黨產就是拿來做黨務發展 講白 對任何一個政黨 不要說 小黨來不公平 其實對任何一個政黨 其實都是不公平 大家看來都是用選舉用的 所以 我希望未來政黨法的立法 怎麼樣讓政黨可以公平競爭 我希望次長內政部這邊 能夠做出相對的態度 雖然你剩兩個月 但是我要看得到你的態度 跟你們積極的作為 這樣 可以嗎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蔡易宜委員 我們請次長 蔡委員早 欸 次長 早安齁 是 次長我想要請問一下齁 那基於這樣 剛剛已經一連串的一個討論 討論到了所謂政黨齁 它到底 一個國家的一個政治一個團體 它的財產的一個來源 那如果依每個人版本所提出來的